哈喽,大家好,今天是星期三,又是我们巴拉巴拉日本小讲堂,吃喝玩乐 周一我们成功的跳票了,各位大佬不要捶我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日本的法式面点店 叫Lokantai,中医中心面包店 是因为可能我的日文的不是很好,这个名字我并没有用日文翻译过来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话 Lokantai,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店在哪呢,在中央区营作的1-2-1 在日本呢,是一家平价很高的面包店 用日本人的话说,你可以不用去法国,就可以吃到法国正宗的面包了 口感也相当一流,只是价格可能稍微有点肉疼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,像我平常去的时候,有一天腐败一下就去那个店了 然后喝了一杯牛奶,吃了几片面包,然后就网上带黄油的那种吧 大概是花了1500日币这个样子吧 但是,为什么说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呢,它虽然可能很贵 但是我觉得,这个地方带妹子去约会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这是知识店 像这个地方的话,因为它结合了法式餐厅的那些浪漫的气息啊,或之类的 你像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像拿破仑酥,像这个木斯蛋糕 还有像这个马卡龙,都是源自这个法式甜点的 所以说很值得大家一去啊,这家店 正常的话,还有我们会在下方呢,放出这个菜单的价格 还有包括我去吃的那个和牛三明治啊,还有一些图片啊,都在下面 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建议大家呢,是一定要去的 好了,这期呢,我们的日本小讲堂呢就到这里了 下周我们吃喝玩乐呢,再见 因为上周跳跳了,所以说这次的话,大家多多关注我哟 关注下方我们关注,点点赞,转发一下,谢谢 谢谢